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一国生鲜破产重组 二 智慧产业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朗分 科技又过新融资了 据了解该轮融资1亿人民币投资方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 三 阿里巴巴国际站 今日公布9月采购结数据 交易总额同比增长133% 订单数同比增长128% 支付买家同比增长83% 阿里国际站方面还透露 国际站9月采购节的新买家 占支付买家总数的比例达到1 3 自2020上海在线新经济论坛 红桥峰会上 携程旅行网CEO孙杰表示 在线新经济为旅游行业带来新机遇 他提到携程在在线搜索 在线选购 在线咨询 在线自助服务等领域 发现了新机会 并实现了质的突破 如在新环境下 协程也积极尝试直播带货 近30场直播带货总成绩约20亿人民币 此外 疫情期间 景区云旅游共完成了48个国家3000个景点免费旅游 5 近日 苏迈通俄罗斯宣布将与德国家电品牌 GoodMotion合作为俄罗斯消费者提供免费的家电安装服务 并计划在将来与所有家电类供应商达成合作关系 而目前 这项服务仅适用于莫斯科 圣彼得堡 弗拉 顿河畔 罗斯托夫 克拉斯诺达尔 叶卡捷林堡 沃尔加格勒和萨玛拉等 俄罗斯部分地区 7 近日 拼多多发布母婴周年净消费力报告 拼多多母婴负责人 陆远表示 活动期间 平台联合600家母婴品牌补贴净母艺 30个纸尿库 奶粉万人团 深受90后宝妈喜欢 此外 奶粉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170% 纸尿库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260% 费音爽 我是小时代等 品类纸尿库万人团 多次受进补货 昨日 全国首份共享电单车行业大数据报告 2020年共享电单车出行 观察报告在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发布 报告数据显示 共享电单车用户平均骑行时速10.9公里 平均单次骑行15分钟 其中41%以上的用户日均出行超过两次 情城2 5公里 据了解 该报告由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大数据团队与美团电单车 携手撰解 以2019年11月至2020年7月间昆明 长沙 银川三座城市的出行大数据为蓝本 据央行信息 9月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48万亿 比上年同期多9630亿 2020年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962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多901万亿元 9月 人民币贷款增加19万亿元 同比增加2047亿元 2020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26万亿元 同比增加263万亿元 昨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了关于停止 交授35批次假冒化妆品的通告 通告指出 针对化妆品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经广东 上海 浙江省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调查核实 标示名称为轩液染化膏自然黑等31批次染化类产品 标示名称为安热纱 水能户外防晒乳 一批次防晒类产品 一批次趋斗抗粉刺类产品 标示名称为安纳费拉海藻补水面膜等 两批次面膜类产品为假冒产品 帮分享淘宝7亿流量的争夺战 撒想谁是最后赢家 数字化营销或妙不可言 或看着数字发呆 我们需要的不是中台 而是数字分析师 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数据分析师的种子 这也是营销数字化研究院将来要做的工作 培养数字分析师 品牌认知时代正在落幕 自媒体环境下的认知模式 现在叫IP有别于品牌 这是对的 当然也有人把品牌无限扩大化 所有认知模式形成的都是品牌 甚至把品牌等同于认知的代名词 这是不对的 腾讯将企鹅电竞作价5亿美元 转给斗鱼 深化彼此业务合作 虎牙与斗鱼昨日联合宣布 双方与虎牙根据开曼群岛法律 新成立并全资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 及腾讯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签订合并协议与计划 全网粉丝5000万丁香医生有哪些可布置的报款内容方法论 2014年成立 历经5年多的发展 丁香医生已经成为医疗健康领域当之无愧的头部新媒体 宜家如何把品牌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对刚刚过去的长假旅行来说 有一个普遍的痛点是 无法出国旅行 洗茶又搞事情 这次卖茶叶蛋 现在在洗茶小程序的推荐位 还可以看到这个惊世骇俗的茶叶蛋 据官方发布称 这颗蛋历经14道工序 搭配了7种辛香料 有着美丽列文和刚刚好的口味 如何找到真实海外TU网站的邮箱 教你如何开发YouTube红人并建立KOL流量蓄水池 2020年TU3教育行业移动广告投放分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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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